嗨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维多,维多利亚的维多,你也可以叫我Victoria 那今天呢,我们想来聊一下原生家庭这个问题 自从我做了那一期为什么很多人对自己外表不满意的视频以后呢 有很多人想要问我,说因为原生家庭带来的自卑感怎样解决 因为原生家庭带来的那种总是自我否定,自我怀疑,讨好行人格 或者说因为原生家庭带来的对于别人一点小脾气都往自己身上拦 把责任往自己身上背的这种要如何解决 所以今天这个视频呢,我想先大概的和你们聊一聊 因为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 我会尽我所能让你们看清楚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以及你如何去解决它 那首先呢,如果,先夸奖你一下 如果呢,你已经认识到了你是现在的这种性格是因为原生家庭引起的 那就证明你已经认识到了问题的根源在什么地方 很多人没有办法解决他的人生问题 就是因为他永远也不知道根源在哪 或者他不愿意去看这个问题 如果你已经一步踏入了这个 OK,我认为大概问题在这个地方 我现在在寻求帮助的这个节点上 那就证明你的人生即将要发生改变 但是你呢,不要放弃 也不要因为这件事情 你可能做起来觉得比较痛苦 就不愿意坚持 OK,那第一点呢,我们先来看一下 人生家庭为什么对你影响这么深刻 你可能在小的时候有很多的朋友 或者有一些其他远房的亲戚 或者是你的老师 对你也有过一些负面的评价 或者有一些情绪的影响 但是在你一个人难过孤独的时候 你很难想到的是他们的影子 你脑海里面更多的浮现的是 你父母当年对你说过哪一些刻薄的恶毒的话 或者你认为他们应该在帮助你的时候 为什么没有及时出现在你的身边 所以我要跟你解释一下 请你现在呢,去想一下 在你刚出生的时候 我们在刚出生的时候 没有任何抚养自己的能力 如果把你扔到荒郊野外 没有任何人照顾你的话 可能一两天就game over了 所以在我们出生下来的这段时间 我们的父亲和母亲 作为这个小家里面 唯一照顾我们的人 或者说离你最近的 可能你从小是为爷爷奶奶抚养大的 那么你受他们的影响可能最深 那他们在这个期间给了你全部的爱 也就是说没有了他 你就活不了 那么他们给你的这种爱 让你会无条件的去信任他们 因为除了他们以外 你没有任何人 别的人可以去信任 你没有别的人可以去爱 所以在这个条件上 他们说的一些话 他们对你做的事 他们给你灌输的一些思想 比如说你要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考上一个好大学 找到一个好工作 之后你才能成家立业 做一个怎么样的人 这些话你可能听的时候 你从来都没有怀疑过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呢是我们刚刚说的 你对他们有无条件的信任 你认为他们所说的一切都是对的 因为在那个时候你还非常的小 你把他们看作是你的巨人 你的英雄 你在这段期间认为他们所说的话 就是你的神一样的唯一一般的信条 第二个原因是 因为你的阅历还没有到那个地方 当我们还这么小的时候 看什么东西你都是没有滤网的 意思就是说你没有对信息的过滤器 给你什么你就认为是什么 因为那段时间是你的信念系统在形成的 缓慢的最初的过程 在这个期间呢你不像我们现在了 有一个人跟你说什么什么 或者说你妈跟你说什么什么 你可能会觉得啊 你们要说的不对 因为谁谁谁还那样说过 这个时候你已经有大概是一个 能区分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不对的 哪怕这个人是你最亲的人 但是小的时候我们是没有这种信念的 尤其是当你内心比较脆弱 特别渴望爱的时候 如果是一个从小把你照顾到大的人 跟你说这样就是对的 你就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是完全没有怀疑 没有保护 没有滤网的 于是在这种家庭中 我们一方面积极的 渴望的 甚至说绝望的渴望着 父母亲的爱和关怀 另一方面呢 他们给你的一些东西 尽管他们非常的爱你 但是他们的信念 不一定全都是对的 所以在这个期间 你一方面渴望爱 另一方面接受着 好的和坏的 混杂的信息在一起 然后在这个小小的家里面呢 有可能你的父母 他们会有家庭暴力 或者是酗酒 或者是欠债啊 家里面的亲戚 经常来闹事这种情况 不管是我或者我的朋友 可能身边都会有一些这种 小时候的童年阴影 那是因为小的时候 我们还很小 我们没有能力去逃避 或者是保护 在我们身边的人 在这段期间 如果父母吵架 你可能会认为 那是不是是因为我的错 是因为小孩 给他们的负担过重了 或者有时候 如果你爸和你妈的关系不好 然后你就可能会 你妈会这样说 呀都是你爸 多么多么的不负责任 什么东西都是我养你 我一个人我容易吗 现在如果用这种口吻告诉你 你可能会想 哎好像是啊 我妈好像真的是这么说 但是在你小的时候 你不会有这个 哎的这种想法 你的唯一的想法就是 嗯 我妈说的好像很对 我爸就是个坏蛋 那我一定要怎么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 然后才能让我妈的日子好过一点 或者说 哎 为什么我爸这么这么这么 或者怎么怎么样的 这样呢 都是一个 在你不知不觉中 形成的思想的信念系统 就被你爱的人 慢慢的建立起来了 当然这里呢 我先要说一句话 就是 请你呢 不要恨你的父母 之后呢 我们会讲 你如何才能放弃 对一个人的怨恨 但是现在我要跟你们说一下 为什么你不要恨你的父母 因为 嗯 你要去试着了解一下 你父母当年成长的环境 你现在呢 可能是因为你的原生家庭 感到非常的痛苦 但是 你比他们好的地方 是你现在有这个视频 在帮助你 引导你的思维 但是你的父母 可能从来都没有接受过 这方面的信息的渲染 如果他们小时候成长的环境 就是让他们觉得非常难过 非常痛苦 他们不知不觉的 也就染上了一些思维的习惯 他们是特别想为你好的 但是 如果他们不知道如何为你好 他们给的只是 他们认为好的东西 很有可能 你的思想信念 也会受他的原生家庭的影响 所以如果有可能的话 在不侵犯你父母的感情的情况下 你可以去和他们聊一聊 他们小的时候是怎样被带大的 从那个家庭的环境中 你能够理解 为什么你爸或者你妈 成为了一个现在这样子的人 你对他们的理解多一分 你对他们的恨就会少一分 真的 OK 那第一个呢 我们讲完了原生家庭 为什么会对你有这么深的影响 第二个呢 我们来讲一下 如何来打扫 他们给你的这些思想 我们现在要来做一个 大扫厨师的训练 想象一下你要去打扫一个房子 房子里面呢 你打扫的过程 基本上是你要去先看一下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有没有用 这个东西有没有用 如果没有用呢 你可能就会把它都放在一边 如果有用呢 我会把它放在一边 没有用的东西 确认了 没有用了 就你没有任何的帮助 或者你看到他心情也不好 每次看到他还觉得家里很乱很脏很没有条理 我们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它扔出去 但是我们扔的时候呢 就好像我们头脑里面的垃圾 在你想起小的时候 让你感觉害怕 孤单 你妈妈嫌疑丑 或者你妈妈不爱你的这些小事的时候 或者说你妈只有你考试的时候 考得好了 才会爱你这种所谓的有条件的爱 再次想到他的时候 请你要默念一句咒语 就是那已经是过去的事了 那已经结束了 那不是现在的我 那也不会是未来的我 我现在放弃这个思想 我让你离开我的世界 像这样 OK 这是我们要做的第一步 所以请你回去想一想 在你小的时候 如果说你爸妈有 把你和隔壁家的人比 和邻居家的人比 说你看人家学习多好 你看看你为什么 一到考试的时候发挥的就不好 平时发挥的还行 你真的是没有学习语言的天赋 你看你数学学的这么差 你真的是很笨 或者说你没有一点体操的天赋 哎呀画画什么的你就不要想了 或者你看谁是谁家的小孩长得这么好看 我怎么就生了个像你这样的女儿 你和我爸 我爸和和 你爸和我身上的优点 你一个都没有随 然后你长得也不知道随谁 小眼儿八叉的 等等这些 请你在做大扫除的时候 把它们都打扫出来 不管是对你的交友方面 或者觉得你交朋友 就是觉得你品位不怎么样 总是交一些学习不好的朋友 你到底是为了什么才交这些朋友 或者说对于你的学习成绩 认为你没有天赋 你就是笨 你学东西就是慢 你吸收能力慢 你的记忆力也不好 或者说是对你的恋爱 你觉得他们说 哎呀你挑的这个谁谁谁 他哪里不配你 或者说 等等的限制性的观念 这里呢我就不想举太多的例子 其实你要去自己想一下 或者说你小时候受过的一些情绪上的渲染 比如说你家里面爸妈妈经常吵架 然后他们吵架的时候呢 你一个人躲在一个房间的角落 我觉得很害怕很孤独 你又是独生子女 没有办法和别人说 你到学校里呢 你觉得这种事情怪丢人的 你也不可能去和别人分享 所以久而久之 你可能会养成一种习惯 就是你遇到事情 不愿意和别人说 不愿意和别人分享 有事情都积压在心里 越积越堵 越堵越觉得委屈 等等等等 我希望你现在呢 把自己想象成 这是你的原生家庭 但是你现在呢 已经长大了 你再看这个视频 就意味着 你想从这个环境当中 脱离出来 变成一个独立的健康的个体 那就想象一下 这个是你曾经的房子 在里面受过的东西 或者是从里面带出的垃圾 到你这个新房子的时候 就不要再带出来了 把这些脏的 或者是没有用的 一想到它 会让你觉得痛苦的 难受的 孤单的 抑郁的思想 全都扔掉 就像这些东西 全都扔掉 都不要了 就是这样 然后呢 我们还要仔细的去看一下 当你做完了 第一步的清扫以后 剩下的都会是一些 你想到以后 会觉得 给你力量 给你爱 给你能量 的思想 这第一步呢 是我们先告别旧的 第二步呢 是我们要建立新的思想 你扔了很多东西以后 你会发现 你这个小小的新家 突然变得很干净了 但是呢 剩的东西好像不是很多 因为好的东西 可能没有太多 你现在完全不知道 自己该怎么做了 我家里应该 摆什么样的花皮 才好看 家里应该摆 怎么样的竹台 什么样的桌布 什么样的绿植 什么样的鲜花 怎么样才能让这个家 我的小小的新家 我自己的家 看上去非常的好看 这一步呢 需要你去学习 那如果在我的频道呢 你可以通过搜索 生命的重建 这本书的有声书 是我在读这本书的 每一个章节 去帮你强化 这个扔掉旧的 然后拉进新的 这两个过程的思想 你要不断的去学习 你要认识到 正常的一个家庭 是什么样子的 正常的家庭是 和谐 有爱有圆满 虽然会争吵 但是呢 这个是必经的一个过程 两个人呢 争吵以后 学会妥协 在下一次的时候 就不会因为 同样的事情 再吵架了 经营去学习它 或者是你家里 有一些旧的思想 比如说 牙签不长 钱又不长在树上 哪里有这么容易赚呢 或者说 我们家就是这么穷的 你也不要想了 你以后就找一个工作 找个人嫁了就完了 你不要对自己 有这么大的这个盼望 或者是期待 这种话 都像我刚刚说的一样 都是旧的 请你赶紧把它弄出去 从时 你也要让新的东西进来 所以请你要去听 这一套生命的重建的书 一定 一定要听 就好像你清理家的时候 好像是你清理一个游泳池 把脏水放出去了 薪水要进来 你为这个游泳池呢 才会越来越好 OK 所以讲完了这个以后呢 我们再来讲一下 如何原谅你的父母 或者是曾经原生家庭 或者原生学校里面 伤害过你的人 在讲这个的时候 请你去先想一下 你心里面最恨的那个人 到底是谁 我希望不要有很多 可能你会有一两个 让你心里面觉得难受的事情 有一些人 你没有办法原谅 可能是因为他说的话 伤害了你的自尊 让你对自己的能力 产生了怀疑 有一些人 你恨他是因为 你觉得没有他 你的人生 没有人照顾 你觉得很孤单 所以你恨他 很有可能是因为你爱他 但是你得不到 所以变成了恨 或者你纯粹恨别人 就是因为你有一种愤怒 你觉得自己受到了 不公平的对待 你想以同样的方式 报复在他身上 不管你的恨是哪一种 今天呢 我想和你 把恨尽可能的化解掉 不是因为 要让你做一个仁慈的人 不是因为 耶稣曾经说过的那句话 就是你把脸 人家打了你左脸一下 你再把右脸打过去 给人家打 我也不是那种老好人类型的 这么仁慈可以随意的原谅别人 我想告诉你的 是因为 很多你在乎的 曾经发生的事情 你觉得一想到就浑身难受 咬牙切齿的事情 有可能对你做的那个人 他早就不记得了 如果你愿意想这个事情 在这个小小的事件里面 比如说 有一个人打了我一个耳光 然后他跑了 然后我本来是这样的 他打了我以后 我就变成这样了 然后我就一直这样了 因为我每次一想到耳光 或者看到耳光 我都会想到那个人 打了我耳光的人 但是打扮我耳光的那个人 他可能早就跑去 和别人吃饭喝酒 吃烧烤撸串 他完全不记得 他曾经对我做的这件事了 因为他当时 可能就是一个情绪失控 做了这么一个耳光的动作 但是我却把它作为 永久性的伤害 记在了我的心里面 所以如果你愿意 去仔细的想一下 当时伤害过你的人 真的在乎你 现在对他的这些恨吗 而你现在心里面 留有的这些恨 到底又是在惩罚谁呢 你每一次不开心 你都会想到 当时那一次的事故 和那段时间的事故 你就会反来复去的 恨那个人 就反来复去的 一直活在过去的事情当中 你没有办法 把自己解放出来 但你有一天能够意识到 你在恨别人的时候 你唯一不放过的 并不是他 而是你的时候 你就可以轻松地把这件事情放下了 如果你觉得还是有困难 请你做一个练习 这个呢是路易斯海教给我的一个练习 请你呢 闭上眼睛 想象有一个很大的舞台 舞台上面有一个聚光灯 聚在舞台上的一个人上 这个人呢 就是你心里面的那个最恨的人 把他放在舞台上 灯光呢 打在他的脸上 他看上去情绪比较平淡 好像没有任何表情 请你在这个时候 想象一下 有一些他一直想要发生的很好的事情 发生在他的身上 这个练习你可能觉得有点难 但是请你去试着做一下 比如说你非常 恨你爸 但是 请你去 他可能从小打你 或者 让你觉得自己不如 任何其他的人 但是请你 先想象一下 你看到灯光打在你 爸爸的脸上 然后你爸爸的生意突然做得很好 盈利很多 他好像找到了自己人生的意义 你去看他的脸 一会儿就说 你妈一直觉得你丑 一直觉得你笨 出去的话 不想要你叫他妈 因为他觉得你长得让他丢人了 请你 去 把你妈妈 放在这个舞台上 闭上你的眼睛 去想象你妈妈 站在舞台上的样子 灯光照在他的脸上 你会觉得 平时他的那种表情 慢慢的柔和了 因为他也找到了他人生当中的挚爱 很多年的婚姻生活 都是痛苦的 不幸的 所以他对你说话 很多时候也只是他不幸的生活 在你身上的投射 但是他没有意识到育儿这个方法 所以他对你造成的很多伤害 其实也是无意识的 也许他也后悔 但是他没有办法 因为他还没有成长到那个阶段 如果你可以看到一个非常爱你妈妈的男人 来到你妈妈的身边 或者说你妈妈的健康不好 但是当他在这个舞台上的时候 你看到他 一些不好的身体的器官都变得很好了 看着他在舞台上笑 或者你恨的是你曾经某一个老师 或者你的某一个领导 你也想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他们身上 做完了这一步 现在呢 是时候来解放我们自己了 请你把你自己一个人放在舞台上 用一个最大的聚光灯 照在你的脸上 这个时候想象着所有的 让你感觉很好的事情 发生在你的身上 你想要的工作 你想要的男朋友 你想要的学位 你想要的学校 你想一直出国留学去的地方 你一直在申请的 你一直想要的什么样的家 什么样的车 全都发生在你身上 但你去想象一下自己 从自己被建立的那个 有恨组成的牢笼 在光的作用下 在爱的作用下 被 粉碎了 听你去想这个过程 永远不要小看自己想象力的作用 如果你一开始觉得做这个练习很难 当你看到台上站着的那个人的时候 你都巴得把他 请不要着急 请你慢慢来 当然 还有一些人 有可能对你做了你一生都没有办法磨灭的伤害 这里呢 还有一个练习 当然这个练习 你一辈子做一次就好了 这个是路易斯海 在书里面教给我的 请你现在 还是想这个人 这一次呢 就不用把他放在舞台上了 你就把他当作是和你同一个房间的这样一个人 想象一下 他曾经对你做过的事 想象一下 他到底要怎么做 说什么话 受到什么样的惩罚 你才能够心里面舒服一点 你才能够原谅他 现在请想象一下 他真的 真的那样惩罚了自己 他可能跪在地上 抱着你的腿 跟你求饶 这样的练习 请你做一次就够了 去想象一下 你到底想让这个人经历什么样的痛苦 你才能原谅他 如果你真的可以 在这件事情发生了以后 就原谅他 那么这个练习的目的就达到了 但是你一辈子就做一次就可以了 做这个练习 做一次的原因 是如果你每次都这样想 很容易就让你被痛苦和怨恨吞噬了 你本来已经比较干净 比较和谐的小家 OK 那做完了这个放弃怨恨的工作 有些时候你会说 我非常想原谅一个人 但是我不知道怎样原谅一个人 请这里呢 你也要明白一件事情 就是你不需要知道 你要怎样原谅 你唯一要做的就是 你愿意原谅 这时候你的大脑会帮你开启很多的渠道 帮你找出怎样原谅的方法 但是你唯一要做的就是让你的心门打开 请你把自己解放出去 不要再因为过去的事情 一直住在痛苦的牢笼里面 你会发现你的人生多了很多的可能 原生家庭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 有很多话呢 在视频里面其实是说不完的 每一个人从家庭里面得到的伤害的程度也不同 但是不管怎么样呢 这里还是要重复那句话 你想的是什么 你就是什么 如果你可以尽可能的专注于好的事情 那么请你把这个能力延伸下去 请你活在现在的这一刻 过去发生的什么真的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他们已经结束了 如果你自己不愿意从自己的那个 过去的痛苦的小牢笼里面 戴着一个这么一个帽子 天天走来走去的 动不动地钻到这个帽子里面 我不听我不听不听 我就要这样我就要难过 我家里就是这样的 我谁也不管 那没人可以帮得了你 但是如果你现在看来是一个视频 我相信一定是有征兆 有预兆 说你想要改变 想要脱离 你才会来到这里 所以请你慢慢地把这个帽子脱下来 意识到不脱下来 唯一不能解脱的不自由的人 是你自己 再去控制你现在的思想 活在现在的这一刻 因为只有你这一刻活好了 你才能够去创造一个 你想要的下一刻 也就是你未来的人生 希望今天的这个视频呢 你们都能够听得懂 并且能够有一种解放自我 浑身轻松的感觉 不管他们曾经对你说过什么话 怎么样伤害过你 你要知道 首先是因为你很小 你没有辨别能力 你非常容易受伤 第二个是因为 他们在对你做出这种伤害的时候 你不能够理解他们 你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对你做出这样的举动 你以为都是你的错 但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 OK 那如果你对这个视频有什么想法的话呢 欢迎你在这个视频下方留言 我非常期待看到你们的看法 如果你会看到有时候评论里面有一些小伙伴 确实是自己头上的帽子戴得非常的大 意思就是说 一直活在自己被见的牢笼里面 觉得戴着一个黑色的墨镜 看什么东西都是黑暗的灰色的 请你去及时的帮助他 当你给出来的时候 你也在受惑爱 另外呢 关于见面会的事情 我现在在想 我的频道呢 已经快要到八千个观众了 也许到一万个观众的时候 我会先在北京做第一场的见面会 去和你们当面的聊一聊 当然了 这个见面会呢 有一个唯一的要求 就是希望你们在来的时候 不是抱着 哎呀我有一个问题 我要去在见面会上和大家去分享 我日子过得这么差 我要和他们去讲一讲 我要去诉诉苦 我去倒倒苦水 我要让大家都成为我的垃圾桶 不是这样的 请你抱的目的呢 是你可以找到一群和你知同道合的频道非常高 不是在爱 就是在感恩的这些朋友 然后我们呢 要把自己活在现在的这一刻 我们就一起畅想 未来你想要创造什么样的生活 那我的见面会呢 会做的是这件事情 我们一起帮你实现你想要实现的东西 而不是和你一起沉浸在 过去发生的那些 已经结束了的事情里 好的 那感谢你的观看 我和你呢 就在下一期的视频当中再见了 拜 记得要爱自己哦 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